爱奇艺泡泡社区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丁彦俊 这首歌呢是我为歌迷朋友们 对我为歌迷朋友们准备的礼物 然后呢希望大家能够以 开礼物的心态好好听这首歌 这首歌其实我参与的部分是作词 对然后在作词的过程中 把一些想要说给粉丝朋友们的话 然后填在词里面 这首歌呢就是算是 对因为也是第一次尝试Trap的曲风 然后其实还在抓那个感觉 所以其实算是一次挑战 然后在生日会那天的时候 就是其实报纸的那种很忐忑不安的心情 但好在就是还不错 然后也希望自己以后 能够给大家看到更多的方面领域 不管是曲风还是表演方式 更多的林彦俊这样 因为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好像知道我以前小时候想要当就是 乐团主唱这个东西 所以我最近也有在思考就是 想要往摇滚方面的一些方向去靠近 然后可能下一次会想要以Bang的方式去表演给大家看 今年生日的确是还蛮不一样的 因为第一次 因为我其实以前不太认真过生日 包括连蛋糕都不一定会认真吃 然后今年算是真的认真的算是我23年来 最认真的过一次生日 对 希望以后更好 对 朋友给我准备的生日礼物吗 朋友都是酸言酸语比较多 生日礼物倒还好 呦 今年办生日会 不难过我们过了 对吧 首先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节目 真的是作为 就是音乐方面的菜鸟来讲的话 看到有这种 帮助我们就是无常在 推广音乐的这种舞台 其实是非常感激的 然后 一直在默默关注的这个节目 然后这一次有机会能够登上这个舞台 其实也是想要尽一份力这样 对 这一次从舞台设计 然后包括服装 然后包括造型 其实都是我 有亲自参与其中的 然后所以 现在马上要就是 算是看着自己这些参与的东西 慢慢有结果的时候 其实还蛮开心也蛮兴奋 想要 准备给大家看一场好的秀这样 对 对 就是两个字 性感 对 应该是 努力练习的时候 然后努力练习 然后 站上舞台的那一瞬间吧 我觉得 就是我自己是 每次站上舞台前 在走那个通道的时候 其实是 就是 打鸡鞋 就是 就跟平常自己上上的状态 就不太一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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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听说就是特别怕遇到像我这样的人 对 所以我现在 对 跟公司道歉 对不起 就让我在这黑夜划下你的霜 对 对 比较乖 还是比较自爆 就是比较傻一点 我觉得应该是 对 初衷的话 初衷的话 其实是我最近 因为工作的关系 其实会常常去一些 以前 算是一辈子 都没有想过 可能会去到的 比较偏远的一些 深山一点的地方 其实看到了很多 之前没有看过的东西 以前可能从电视上看 或者是从其他媒介看 可能震撼力没有那么大 但是后来 因为工作的关系 所以 真实的看到了 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其实心里的触动很大 而且 出道了以后 其实我觉得 一直想要回馈给 就是 就是 大家对我的热爱嘛 然后让我能够出道什么 其实一直想回馈一些东西给大家 所以 我觉得 这算是一点点 就是慢慢的再回馈吧 我觉得 对 非常非常开心 对 印象很深刻的就是 其实 其实为什么我会去捐赠 就是小学生的原因 是因为 小朋友的眼神 小朋友的眼睛 它是非常的直接的 就是我 有一次好像在车上 然后在一个山路里面 然后我就看到了 背着书包的小朋友 然后三两结群的在走山路 就是 那边的某一些东西 所以我就后来有想一想这些问题 其实我觉得 与其说 有趣的事 其实更多是怀念 因为 回去的 其实大家聚在一起的那个氛围 因为以前在当练一生的时候 是非常的熟悉 就平常大家练累了 可能都会一起坐在那边 虽然说我不是跟他们 就是我是比较孤僻儿的 就比较少做 但是还是偶尔会做一下 现在坐在一起其实 有一种那种 事过境迁的感觉 对 但 其实大家还有老样子 都没变 所以非常感情 非常的珍惜 就是这一份就是 我觉得应该真的要 一起当过练一生 才会有的这种默契吧 我觉得 这一次团中 其实更多的是这方面的 想法 就偶像包袱都变得蛮重的 没有什么妆法 大家不随便出镜 包括我个人也是一样的 谁都偶像包袱 应该是D&J 谁都偶像包袱 应该是D&J 哦对 姐姐的花店呢 嗯对 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因为 其实我有跟节目主聊过 对然后 我其实是抱持这一种 就是我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 就是我对买鲜花这件事 是非常的有一点点带着 就是 嘲讽的心态去看 就是因为鲜花它买回来 其实放个两天它就没了 那 就是 花这么多钱 然后买这个东西一下就没了 就是 对收到鲜花 当下可能会蛮开心 但是过两天看到它没了 就是 为什么要给人生 增加这么多负能量 所以一直对花的这个 这个 文化其实是抱持着非常 好奇的心态 所以想要通过这支姐姐的花店 对 花有个新的改观 这样 对希望能够有新的改观 其实呢就是 我爸爸给我一句忠告 就是叫我这辈子都不要重伤 然后没想到 对 我不仅踏进了演艺圈 我还重伤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 一直在打破 就是 我父亲之前给我的建议 然后 他为什么会跟我讲说 建议我不要重伤的原因 是因为 他觉得我一定是个失败的商人 所以我就想要 借着这个花店好好给他证明看看 什么叫做 失败的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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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小鬼想分工 我觉得小鬼 小鬼跟我的个性 应该不太会分工 大家只想 就是 这么玩吧 哈哈 哈哈 其实三位姐姐都是之前有听过的 对 但是没有真正的接触过 但其实 只想跟他们说真的 对不起了 对 对不起碰到我们 真的对不起 爱奇艺泡泡社区的粉丝们大家好 我是李恩俊 好久没跟大家见面了 上一次 就是还记得是在大厂的时候 常常会录关于 泡泡社区的各种ID采访 其实 呃 现在应该算是 也不算第一次 上次生日会有录一些 但是这 就是其实是 好久没见大家 其实非常想念大家 然后 我也在继续 努力着 在这个 呃 圈子里面 持续的在发展 然后也在 不断的调试自己 然后不断进步自己 所以 呃 这一次回来见见老朋友们 觉得心情非常好 三个词 三个词形容李恩俊 嗯 矛盾 然后 然后 偏激 然后 confused 最像初音乐的特征就是偏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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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什么样的粉丝评论 会有深刻的印象 其实粉丝每个评论 我都觉得还蛮 蛮 蛮厉害的 就是我 对 我觉得他们就是 其实我们 就是 有做那种粉丝的综艺节目的话 我觉得应该还蛮好的 因为他们的 那个怎么讲 综艺感非常的好 对 有时候会看着他们的评论会笑 对 对 特别好笑的 就是我喜欢发一些风景照 然后会看到 我的风景照被 CAN掉 然后我可能出现在一些 很奇怪的场景之类 对 对 什么什么土耳其 还是什么之类 I don't know 特别害怕粉丝跟我说 特别害怕粉丝跟我说 李恩俊你又瘦了 对我超怕的 就是想销毁的一张照片 其实还好 对我说想还好 我没有认出来是我 太久了 哎 长得好像 但后来仔细想一下 我真的以前拍过这种东西 非常的 大概小学 小学的时候 对 谁没有年轻过 对 文艺男青年 我也不知道 所以他说我也常常 称呼他为就是 减肥的标杆之类的 反正就各种的 对 之类的 最近的话 最近想要做 想要做 想想一下 志愿者吧 对 志愿者 志愿者不算职业 要想一下 慈善家 不是 基金会会长 没有 最想做什么职业 其实开豆腐店好像也不错 开豆腐店好了 出门带哪三样东西 耳机 手机 钥匙 大概三分钟 对 对 最近很常看一些就是 呃 小喜剧 短剧之类的 但已经停播了 所以不太 不知道能不能说 就是 Saturday Night Life 不敢想这种 不敢想这种 恶梦 我应该会用阿甘症状的那个 一句经典台词 RUN HOREST RUN 叫他跑 还好我最近都不常做梦 最奇怪吗 小时候是有梦过就是什么 自己变成恐龙之类的 自己变成恐龙 就不是恐龙来找我 是我变成恐龙 然后看着自己的手这样 蛮奇怪的 做什么事 80岁想起来 做什么事 80岁想起来 就是 就是 每天看 每天接受各种媒体的采访 然后 等我到80岁的时候 看着我之前的采访 就 就觉得 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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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会出来 这个东西好妙喔 想一想喔 画多一点就是 爸爸妈妈吧 看起来蛮多的 蛮开心的 因为很久没看过他们 对吧 我真的发现以前的就是 台词都怎么都这么不要脸 我挑个最不要脸的 对于未来过去 我其实什么都无法确定 但我唯一确定的是 我喜欢你 我希望我出到一年以后 就不要再 再尝试演这种东西了 对 你看我这样巴的是 看到我现在这些东西 应该会笑死